520快要到了 在520快要到了之后 当然更不会做调整 而这个调整里面 你想最腥风险雨的 没有想到是警政署长 这个位置的争夺战 而这个争夺战 当我们随便讲吗 去年 是去年的5月26号 我们看到台北市警察局长张荣新 跟一个万华的角头吃饭 吃饭饮业的场合里面被拍出来 刚刚讲这已经放了一年 放了一年 怎么会拿出来 你今天给我们更新的资料是 这些收证的照片 一定是警察干的 对 其实我们昨天 在关键时刻就讲了 以他这种吊带的手法 看起来就像是 警察办案的一个手法 那今天来讲的话 这个东西我相当相当的怀疑 这个东西就是警察去吊的 这个东西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可以看到说 你时间地点 然后这个角度 这就是店家的监视器 张荣新局长出来 玩一下进去 然后呢 最后还有出现这个座位图 座位图都有 这完全是什么意思 这是警方办案 这警方办案要怎么样才有机会 可以吊到这个影带呢 我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当天来讲 除了玩一下之外呢 还有其他的人 进到了这个餐厅里面 其中有一部分的人 因为身上有案子 所以呢被上线了 上线监听之后呢 听到了 有人去这个鱼翅店 然后呢 他们就去吊带 吊带之后呢 中了 竟然有张局长的一个影像 可是昨天说法 昨天传说要先不是说 是张荣新去吃了这顿饭 张荣新吃了这顿饭以后说 那是一个巧遇 我来了以后才知道有这个角度 所以我回去了以后 马上打报告说 不对哦 我今天跟那个小遇哦 所以我坦白重宽 然后后面才有所谓的调查 你说不是这样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个完全是杠上开花 有人上线听到了 听到之后 他们在办案 去掉了带子之后呢 去跟业者掉了带子 掉了带子之后呢 哇 怎么会有局长 然后呢 这件事情呢 就是往上去报告 就是我们在办一个案子 然后呢 有遇到局长 局长有可能犯罪吗 局长一定不可能犯罪嘛 所以呢 他这个部分呢 在卷证里面 但是呢 就没有往局长这边来追办 问题是 层层报告的过程当中 有人拿了USB Copy起来了 Copy起来了 有人Copy 有人Copy起来了 所以呢 为什么我看到这个图 我就知道说 这一定是警方办案的 因为如果你有上线监听 这些你的标的人物 到了哪里 跟谁见面 然后呢 座位你要画出来的 你要去研判 他们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所以呢 这个东西可以清清楚楚 清清楚楚给画出来 代表说呢 这个就是警方去掉的带子 警方掉的带子 到底有什么问题 所以说 只有警方掉带 这个图才可能画得这么清楚 如果是记者掉带 我只要这两张 哇 大独家了 只要进出就好了 但警方是为了办案 所以座位图才会把它清清楚楚 把它全部点名 但是令人害怕了一件事情是说 这个东西层层上去之后呢 到底是谁出了怪手 把影片给抠下来了 抠下来之后呢 竟然有办法放了一年 放一年 520的时候 这东西再拿出来 这个东西就是为警政署长的大卫 这个其实是很拼的哦 因为这些东西 你现在回头来看 这些当初是你办案用的 你竟然为了要挺自己的长官 砰 拿出来 这个东西 不管你的长官有没有上去 这个后面 还会有司法追溯的问题 所以你说这是内部斗争 这就是内部斗争 警察最大的敌人 永远都是自己人 所以这个东西来讲的话 你就会看到 血淋淋的一幕 你跟任何人吃饭都要小心 你跟任何人吃饭 可能你吃了之后 回头监视器就掉了出来 然后呢 藏了一年 需要的时候 砰 就拿出来用了 可是 今天我嘴讲了 张荣欣 去查的资料 他是长期在台南 他担握过台南很多警分局的局长 他长期都是跟着谁 都是跟我们的赖清德在一起的 他是真正的赖信人 有人敢动他 有人敢动他 而且呢跟他有关系的人 其实现在来讲的话 都是在拔刀祸祸祸 因为署长的位置只要上去了 那就是上去了 如果没有上去的话 他们有不像警察有限接限年 但是你被卡了一个 你可能就跟署长大卫没有关系 那么张荣欣局长呢 一直以来跟赖清德 他们是多么多么的关系紧密 他有多关系紧密 他原本是台南线的 台南线耶 那个时候呢是其实一路以来 张荣欣局长是跟赖清德一起打拼 到最后变成六都 所以所有的事情大概都是他在处理的 所以大家就觉得嘛 所以台南升格的时候 他是台南的警局局长 他是从分局长一路一路过去的 他光在台南线跟台北 大台北市 台南线的话 其实大概做了四五任的一个分局长 然后呢一路上去了 所以呢大家都觉得一定是他 但是你想看其他的人会愿意就这样子吞了吗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还不是一样要拼一把 好的 现在有可能是警政署长大卫的有谁呢 对现在来说的话 现任组长是黄明昭 然后呢这是台北市的局长张荣欣 就是因为被拍了这个影片 他得要自己出来开记者会 好 其实局长周又伟 周又伟以前是办过319枪击案 白晓燕案刘邦有案的 而且呢我们带来讲 他的手法是相当的凶狠 很凶狠 其实除了张荣欣是行政以外 这三个都是母教的 这三个都非常的 都是刑事出身 对都是刑事出身的 而且都是成名正早 赫赫有名 这个是台中市的警察局长 这个是高雄市的警察局长 我们先看周又伟 周又伟最有名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周又伟是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知不知道 在台南 然后呢有个炸弹客 炸弹客呢他身上绑了炸弹 然后呢就告诉大家说 我要见到市议员 不然的话我有成员无法得选 你们一定要搞个议员来 他手上带了一个这个 结果呢大家在拍的时候啊 就想说哇那到底怎么办的时候 就看到了一个人比出这个动作 周又伟 他比出了一个扣板机的动作 扣板机 那个人拿着炸弹 然后呢他说他手一放开 就让大家一起死 结果他竟然比了扣板机的动作 他一比扣板机的动作 行大队大队长 手当其中 越过的时候客情 我还直接拿枪把他打掉 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做法 你不要跟我谈判 你看他的做法 人家有炸弹 没什么好说 直接 我们先把当时的分格都弄出来了 今天这个谈判跟无姓的嫌犯 在走廊隔空谈话 有两个谈判人员 谈判人员来了以后 周又伟就进来了 周又伟就进来了以后 他做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扣板机的动作 扣板机动作出来以后 枪就出来了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过去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案件有很多人在讨论 大家讲说 谈判人员在第一线 你要尊重专业 然后呢 维安特勤 背后没有长眼睛 问题是他们的作为 刑事局他以前是 集队出来的 他以前是真山队出来的 你不要跟我啰嗦 他只要一比 大队长 大队长其实在现场 他的枪都是放着的 他要指挥办案的 局长 比出扣板机 大队长直接从后面 然后呢 旁边都是维安特勤 啪 就直接开枪 把他开了 事情就解决了 所以呢 那时候很多人在讲说 你这样子如果不小心 跳弹打到 谈判人员特勤 但是以他的想法来讲的话 现在来讲 我就是把事情搞定 啊有没有搞定 搞定 就是真的搞定 而且那个人倒地的时候 遥控器还在手上 对 所以呢 其实你看他来讲 人家讲说 这个就真的是又酷又酷 所以呢 他在过去来讲的话 在警戒非常的有名 那另外两个也可以秀汉吗 另外两个 其实我们可以讲 林延田 那个时候 其实救过黄明昭署长一件事情 那时候台南不是出现的 杀警案吗 然后杀警案之后呢 人跑了 跑了之后呢 从台南来讲的话 就一直同心愿扩大扩大扩大 那你也不知道 他跑到哪里去 高雄的警察局长是谁 是林延田 林延田把所有的分局长叫来 现在给我吊带 全部不能够下班给我吊带 他可以吊到什么 台南新营 他是怎么进到高雄的 我不知道耶 他是做客运 做排排车什么的 我不知道 他就有办法给我吊到 吊到之后呢 哇 千刀万里追 直接杀到 这个新兴客运的重战 直接把他给压制 给压下来 所以呢 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 黄署长才刚上任 那个时候 很多很多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杀警案 杀警案对警察事情 影响是很大的 他林延田 处理了 对 把他处理了 处理完之后呢 你说这个漂亮 这个漂亮 所以他当然 他有没有这个参赛选 他一定有参赛选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几乎所有的每一个人 都是一时之选 这个撞进去之后呢 现在不知道到底谁会上 那李文章呢 李文章那个时候 把这个还记不记得 李文章那个时候呢 我们有一天在 在录影的时候 然后呢 传出来哪里 传出来那个 额眉街停车场 有个双尸命案 双尸命案 我们在现场一边讲 一边看到的监视器画面 就是他 他那时候当台北市的 刑大大队长 亲自去办案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个应该是毒品的案件 他作为毒品 对于枪警 是非常的有刺激 非常的有涉略 后来也是他布线 就把陈福祥给抓了起来 他抓了起来之后呢 他来到台中当局长 台中最多的是什么 台中最多的路上 不是牛就是马就是蛙 什么意思 不是Lamboy Gini 就是法拉利 不然就是Poche 这些人很多都是什么 做诈骗集团 诈骗集团在路上非常的嚣张 他就讲了一句话 你赚到这些黑心钱 你就开法拉利 我找一台更大的给你摆下去 他去抓这个 这个诈骗集团的机房的时候 竟然是调动这一台 这台是装甲车 他直接给你撞进去 撞进去 所以画面是非常震撼的 所以这一场 不管是谁啊 其实这些都是一职之选 但是你敢掉一个袋子 然后呢存了一年 一年之后呢 你甘冒法律制裁 这是风险 砰 拿出来 我觉得在520之前 还有一个礼拜 还有东西会继续出来 所以吴总 这也太精彩了吧 这个警察警政署长 真的有可能动吗 动后面 真的充满了心风血雨吗 那为什么华明昭 能够这样子跳上来 51期的跑来当署长 而且表示当时就45跟51期中间有五年多的 应该都比他高啊 你看到没有 这些人都会被 黄明昭被逼得要退掉了 你知道吗 因为就没有机会了嘛 按照警戒又有伦理了 对不对 但现在 你说不能比署长还要老 对 那当时为什么 因为有个特殊的缘故 就两个事情 一个是苏贞昌院长 苏贞昌院长跟用好搞不好嘛 大家都知道嘛 苏贞昌院长挺的是 挺的是不同的人啊 应该这样讲 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 八八会馆案嘛 八八会馆案跟现在这个吃饭是不是很像 也是拍了一大堆照片啊 也存了很久 一大堆照片存了很久 然后到时间倒丢出来打谁呢 打陈哲文嘛 所以陈哲文 撑了大概一个月两个月嘛 只能用下台 陈哲文就跟着迟嘛 你可以看到那个警戒的派系 跟政治的纠葛的关系 然后搞得变成两个三线市 统统离开耶 只不过那么大的一个动作 然后黄明昭接了之后 动作更大 他把所有去过八八会馆的人 大概有两百到三百个人 去过的人 通通调动 他在任上有两三百个 三线二以上的警官 全部调动 有的是逼退 那这个情况就形成一个新的一个警察 一个新的一个势力嘛 或者新的结构嘛 那新的结构就不是这个 不是过去那个 那个阿伦之牌背下来的结构 就会有一个新的风貌嘛 所以这些人你看到没有 还在那边旁边干 那这边旁边干 他们干不好的啊 那这个这一次就搞了 又搞了老套又来了嘛 时间到了 相片丢出来了嘛 那谁丢的 那我个人认为 昨天看到这个张局长出来 开这个记者会啊 我一个看法 我一看就知道 那这个署长就是他干 为什么 因为这有人叫他看 这个记者会是上面叫他开的嘛 因为我讲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嘛 第一个他吃完这一餐饭 回去做打报告了嘛 警察那么厉害 你怎么知道我去吃饭 看有看报告的人知道 你去吃饭 然后过天就跑到X餐厅 把X引带先抠下来 大家知道未来就跟他竞争嘛 就搞他嘛 这个是船在等的嘛 那这个东西 那这样搞 那就叫破局的东西啊 那外面谣传 我听到的谣传 就是黄明昭留任的机会非常大嘛 没有听到有这个张荣新这些事情 昨天我一看就知道 黄明昭没有了 因为出这种招 那就是张荣新的机会 那就是赖早就内定了 心里面已经定了 要给这个张荣新 我认为啦 你刚才讲说 这张这个座字表 非常有意思 那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青山公的主委 黄清源 可是妙的是啊 这件事情爆发的前三天 他这个方明馆居然被抄了 被抄了以后 可是到了检察官 十分钟的训问 就让他回去了 可是这种关键在这里 今天动他的代表说 有枪炮弹药的问题 过去来讲的话 元凶呢 他就是青山公的主委 那他在哪边 他在曼卡 可是呢 曼卡旁边大同区是谁 是吴明达 是阿达 阿达来讲 这两个都是非常凶的 那发生什么事情 有一个建商呢 就是有一些纠纷 有一千万的东西 结果呢 这个债务呢 玩家有出海桥 出海桥的时候呢 阿达就不高兴了 不高兴的时候 他就想说 要给他处理下去 找人去开枪 开完枪之后呢 事情还没有解决哦 竟然要买凶去杀人 而且呢 要花多少钱 花五百万 结果五百万花下去之后呢 哇 大包转中包 中包转小包 一个换一个 没有人敢去开 没人敢做 江湖上面 已经传言出来了 所以呢 玩家这边的话 也有听到风声 甚至呢 大家就想说 那到底谁要来开 要把这个人逼出来 那个人被吓到了 跑去把我兄弟说 大了 我跟你说啦 是这样啦 是大包转小包 自己跑出来 自己跑出来 结果呢 这事情就通天了嘛 通天了之后呢 警方就去办了 他以前呢 在18年前 他竟然在中山 中山区农岸街那地方 遇到谁 遇到北年帮的帮主 两个一言不合 他当场 他那时候是小子 当场把那帮主打死 打死去关了18年 关了18年出来之后 开始做公益 但是因为这件事情 又上削了 又被抓了 抓进去之后呢 大家想说完蛋了 一票完到底 因为他之前 关的那 关一关 他还有假释出 还有笑位嘛 你还有一些残刑 结果呢 你竟然又买凶杀人 然后呢 你又被警察给抓了 而且呢 被羁押警戒 以为他要 永远关到满了 没想到他现在交保了 他交保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万一他放他过啊 检察官问他说 听说这个 阿达啊 要买凶杀你 没有吧 我身体健康啊 我也没有什么 什么被恐吓的 一个威胁的感觉 所以这个吴明达 他就交保出来了 他交保出来之后呢 大家以为 从此大家过了 幸福快乐的日子吗 当然不是这样啊 因为兄弟 他原本就是 洪明冠的角头起来 他的角度就是 小回书就是小回书 社会是社会了 不用你们警察 洪明冠很凶的耶 很凶的 所以他就觉得说 不用你们警察来办案 所以那时候 一直有风声出来说呢 这件事情 要自己办 自己办要怎么办 又听到外面 有些风声 有一些枪支流动 往台北市流动 所以才会有这个案子 才会去把他上告给抓了 可是抓下去之后呢 有没有枪 没有 没有枪 所以到北检那边去 就显得有点尴尬 你跟检察官用枪炮弹药 然后呢 要申请拘票 有没有给你 给你了 你去机场 有没有扣到人 扣到人了 结果你现在就是 没有枪 就是给我一个人 所以只能问10分钟 就给他出去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玩一下跟这些后面的话 枪炮弹药 可能还是会有人要处理